第四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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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嘍 各位觀眾,台大王,我是墨金哥 今天呢,墨金哥的末日來了 韓國 四杯 辣泡麵的懲罰 來吧 啊~~ 呃~~ 墨金哥之前吃過了 兩倍辣泡麵的長達 那我們今天呢 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到底為什麼要挖這個坑 來處罰這個四倍辣泡麵 不是啦 來用這個四倍辣泡麵來處罰我 不管了 反正就是 有點吃一包辣泡麵啦 欸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四倍辣泡麵的那個四倍在哪裡 之前那個吃過 兩倍辣泡麵的時候 他有那個 2X 胡適 但是我這一包找不到欸 欸你不曉得為什麼韓國泡麵都這麼辣 韓國人到底是什麼啊 吃辣長大的是不是 反正呢就是 韓國四倍辣泡麵 廢話不多說 之前開那個兩倍辣泡麵 講得夠多屁話了 這是不敢講 這是除罰 趕快來 啊對 喔喔喔喔 對對對有個重點 來 第一個呢就是這個 剩個月包的65塊錢買的這個 貴死人 然後包裝又 非常非常陽春 喝起來 算了 對你好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這個 透明檸檬 墨金哥這次派出的解辣陣容 非常強大 第一位正式登場 這兩位是 剛剛突然臨時起義的 原本決定要正式登場的 齁 解辣陣容的 第一 還厲害 你沒有到第一名 還沒有是第一名的 還沒有是第一名的 就是這個 被去背的金金蘆筍姿 金金蘆筍姿被去背 再來咧就是這個 放在桌子上看矮 然後拍不到他的海東瓜 黑暖咖啡 非常厲害 真的超強的 今天來派他解辣 再來就是噁心陣容 墨金哥這次呢 不僅要 用常規的方式 來打敗這個四倍辣方面 我們也要用 非常規的方式 非常死期 非常半半 噁心自辣 統一番茄汁 噁心死了番茄汁 墨金哥非常好用番茄汁 但是看看 搞不好他有傾笑 再來咧就是 以嗆自辣 這個叫做黑松沙士 這兩個都是以毒攻毒 這個是武通 這個也是 清涼的代表 還有這個這個 被去背的非常嚴重的仙草蜜拉 被去背的非常嚴重 因為他跟我的綠木幾乎融回一體 好那再來咧 倒楣奶茶 還有這個 上一次那個 吃兩杯辣泡麵 唯一的幫手 巴勒汁 巴勒汁被去背的很嚴重 兩官看起來這個非常嚴價的 這兩官看起來 還有 中規中矩 最多人講的 鮮奶 墨金哥來看看 到底誰能夠提拜仙辣 最後呢 還有這個 查理王 聽說茶能夠解辣 尤其是越正感的茶 越能解辣 還有那個 那個苦茶啦 聽說那個苦茶也是非常猛的 茶類代表 好不好 那麼多聽說 墨金哥來一一驗證 看到底誰最強 順便看看今天到底誰才是 真正的解辣之王 馬上 揭曉 為這個 韓國牛兒 寬衣解代 馬上用這個 韓國嗆辣 小玉女 出來跟大家見面 韓國牛兒 你看韓國牛兒 就是這麼擺 那他的內容就是 兩包 巧克力條而已 乾麵嗎 我們先去加熱吧 好啦 泡麵呢都已經 泡好了 紙擦 地獄辣醬包 你看這個每一滴 沾到你嘴巴裡面 都像他把你給燒起來一樣 每一滴都非常邪惡 你看你看你看 很嗨喔 這吃進去一定很嗨喔 是北辣辣辣 這個的話 好像就是單純的 你看他比較有鹹度 這樣子 欸靠北是湯包啦 白痴 啊 這湯包啊 對吧 這應該湯包吧 欸我這應該 我跟白痴一樣 我把他的湯包加進來了 唉呦 那這怎麼辦 我把他裡面比較大的量 把它撈出來 啊算了 反正蠢的 也不是只有一個 我相信應該有人吃乾麵的時候 也一樣齁 裡面的湯包也是把它加到泡麵裡面 裡面去對不對 一定有 一定有 有了給我留言教練 我看看 好啦我們現在在攪拌中 喔幹 我現在已經聞到他的那個 嗆辣的味道了 我現在 哇靠我剛剛這胡椒粉 飄起來還是怎樣 我這突然就打噴嚏 我到底想咳出來打噴嚏 好複雜的生理反應 喔對了 今天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角 就是這個加酒叉匙 叉匙加湯匙 比上次那個筷子還要屌很多 應該可以吃得更快了 速戰速決 好啦 現在攪拌得非常完美啦 好啦 每一個 白癡的韓國美女呢 都已經氣了 面色通紅 飲料先準備好 我們要先喝哪一個呢 先喝這個透明奶的 喝他看看那個解啦 搞不好 一罐就搞定囉 來囉 Let's go Oh my god Oh my god 上來了 上來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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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那個辣的感覺馬上就上來了 現在目睛可以忍受 還不用喝那個飲料 但是不行 它的辣是在累積中 快爆發了快爆發了 哦 我的老鼠已經被流血了 是 喔 My God 噢 My God がんににゃ 開始要喝了 欸好屌喔 我剛一喝下去瞬間馬上把那個蠟給打散 但是現在蠟馬上就突然反攻了 絕地大反攻他的蠟馬上上來了 柏朗咖啡是剛才柏朗咖啡 喔那個蠟累積起來喔 爆發中爆發中 喔 柏朗咖啡更強 柏朗咖啡更強 喔那個蠟度剛剛被柏朗咖啡整個壓制住 但現在那個蠟給上來了 天啊那個蠟怎麼那麼頑強啊 好這個阿薩姆 阿薩姆奶茶 喝喝喝喝 炒一口了 奶茶好像還好 欸喝下去沒什麼感覺 但是他好像可以長期壓制 幹你娘 我講錯了 好辣 鹵筍汁 鹵筍汁 哇好像一個換一個 無效 毒水之無效 查理王 這到底是什麼感覺阿 好像有效也好像沒效 黑空殺制 魚毒攻毒 好像有效 又好像 無效 快吃完了 超級 八隻也是蠻屌的啦 八隻好像還可以 OMG 吃 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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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FUCK 番茄皮 第二次啦 好難喝 就等一下來吃 是啊 柏蘭咖啡也非常屌 最後1個仙草蜜 我覺得仙草蜜 好像很屌欸 喔你媽媽的 射頭好辣喔 最後一個最後一個透明紅茶喔 不好吃菜啦 誰拿出來的東西啊 我的媽 我的媽 我剛一個氣沖上來 吃到目前為止 韓國辣包米豆是那種 那種辣會慢慢的 經吞蠶食你的舌頭那種 一步一步的把你的舌頭的味覺給幹掉 佔領你的舌頭很辣 天啊 但是我個人覺得 也許是我這次派了很厲害的解辣陣容 也許是這次韓國泡麵真的沒有那麼辣 這次我吃起來感覺就是 沒有上一集吃起來那麼辣 辣到我會快死掉那種感覺 真的 這次比較沒有 但是還是很辣 墨金哥 絕對有幾個東西還蠻屌的 解辣效果蠻屌的 第一個就是 中規中規的鮮奶 我之前喝過的鮮奶 又沒有這一瓶鮮奶那麼解辣 那第二的話應該是波蘭咖啡 蠻解辣的 第三呢 第三我覺得仙草蜜解辣 或者是這個 哇有奇效喔 這個好像這個有奇效喔 透明奶茶 哇這透明奶茶好像有那麼一點點解辣的效果 喝下去的瞬間 把那個嘴巴裡面的辣會沖上 打得一乾二煎的感覺 但是 當你把它吞下去的時候呢 那個辣度馬上又 砰 炸起來 不過它後面真的是很難壓制的 它那個辣是 持續性的 而且會累積的那種 能夠出水的地方都在出水 噢 這個奶茶好像有一點效果 還可以還可以 最爛 這一罐 爛貨中的爛貨 以耳之辣 最差勁的代表 不要去買它 爛貨 啊 黑酸沙士呢 我覺得 好像有效果 但我又不敢肯定 八顆汁也是 可以 好不好 好像其實大部分喝下去都有 那麼一點感覺啦 只是說 後進能不能夠持續的把它壓制下來 就是一個 哇算了 後進會不會出發 也急速 四倍辣泡麵 好就這樣子了 記得訂閱墨金哥的YouTube頻道 每天晚上有7點 耶~~~ 不一定準時發布新片 不要介意 鈴鐺又開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